楼梯间杂物堆积 住家内生活物品随处放 行动不便的照顾户 能整理的有限 雪龙慈祭志工 50多人来帮忙 这样的房子我第一次接触 我觉得是没有想念 堆积路山 而且什么东西都不舍得丢 断捨离很重要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 也是不舍得丢东西的 也是会把一些 有怀念的东西留起来的 然后现在我发现到 原来不能一直留留留 不然就会到了一个程度 就会像这样 仁龙千里将杂物一包 接着一包传送到楼下 再送往环保站 志工接着把到处污垢的地板 洗刷干净 今天很感恩你们 实际派了这么多朋友来帮忙我 帮我整理这个家 真的很感恩 很谢谢你们 如果我有机会 我也想要像你们这样 屋里屋外再见清静 帮助照顾护回归到健康舒服的生活空间 大爱新闻之下美志工苏玉发 陈有福马来西亚报道 真的好感恩 第一晨 作评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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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